《大陸電視頻》 《大陸電視頻》 震驚!美國防空導彈現身中國 專家揭秘 賴清德就職前 美國大使訪問羽南國島 阻嚇中共 中國推出房地產新政策 專家批製造新問題 美國國務院關注張展下落 譴責中共踐踏人權 歐盟宣布對中國電動車等展開 反傾銷調查 他們的血壓和血糖水平都有顯著改善 特別是台灣雅小姐分享 她患有阿茲海默症的媽媽在用後 記憶力有所改善 為深入了解 我們採訪了三高代謝寶的研發者兼董事長 陳長宏先生 陳先生解釋說 阿茲海默症現在被視為糖尿病的第三型 是疑倒素了抗引起的 三高代謝寶裡面的成分 好像苦瓜、玉桂、薑黃和綠茶的疑茶素 都能夠改善這個症狀 陳先生特別強調 薑黃和疑茶素等成分 對促進海馬體細胞的再生 極為關鍵 這樣不僅可以幫助抑制病理性萎縮 還能夠促進細胞的新生 陳先生指出 現代生活方式 導致運動量少 很多人的新陳代謝功能下降 長時間坐對身體健康極為不利 三高代謝寶 可以調整身體新陳代謝 改善整體健康 如果你對三高代謝寶感興趣 或者想了解該產品 是否適合你的症狀 可以打免費諮詢電話 加1-866-520-5201 社交媒體最近流傳一張照片 一部貨車正在運送一套 好像美國愛國者防空導彈系統的軍事裝備 令人驚訝的是 由車牌和道路標誌判斷 相片是在中國拍攝的 這樣火速引起關注 這部貨車掛著天津車牌 路邊掛著紅底黃字的標語 用的是簡體字 美國防空武器為何出現在中國呢? 有人認為 俄羅斯將在烏克蘭繳獲的愛國者系統 轉交給中共 不過俄羅斯雖然聲稱 至少摧毀兩套愛國者系統 但就從來沒有說過 曾經獲繳該系統 而且相片裡 這套裝備是斬新的 就好像剛剛出廠 此外 引述專家觀點解答說 相片裡這套裝備 是共軍的訓練模型 美國退役陸軍上校 軍事專家上刻指出 相片裡這套裝備的發射器 後面有磁帶電艦 這麼清楚說明 他要是給訓練用的模擬導彈模型 要是用來欺騙對手 而且相片裡裝備的顏色非常綠 但烏克蘭的愛國者系統 是在硬地或泥露操作的 很快就髒 上刻注意到 相片裡的裝備 側面的英文印著Inert 多姓致仰 他判斷 這是愛國者PAC3型 也就是目前的最先進型號 有4個發射裝置 可以安裝16枚 愛國者3型導彈 戰區雜誌指出 在戰爭中 用實物模型來訓練 或欺騙對手 都是常見的 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俄烏都用坦克、戰鬥機 和愛國者系統的模型 來誤導敵軍 中共曾為自己的隱形戰機 簽31建造模型 放在新航空母艦用來培訓 衛星影像還顯示 共軍在沙漠 模擬美軍帕克級神盾驅逐艦 建造兩艘模型 愛國者導彈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 攻擊能力最強的防空系統 力經實戰 可以攔截由戰術導彈 到無人機等 被稱為俄國導彈黑星 除了烏克蘭之外 台灣也由美國 扣入愛國者系統 中共模仿最新型的愛國者導彈 是在中國、北韓、俄羅斯結盟 威脅改變國際秩序的背景下發生的 值得關注 就在去年10月 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 阿奎利諾上將曾經警告說 中俄發表關係無上限的聲明 兩個獨裁國家這麼緊密合作 肯定令人關注 北韓為俄羅斯輸送武器的情況 也令人擔心 印太地區變得更加危險 美方非常密切關注印太局勢 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 17日訪問了日本距離台灣最近的 羽南國島和附近的石環島 分析認為 美國是有意阻嚇中共 不要輕舉妄動 美國和日本將會共同應付台灣出現的任何突發情況 伊曼紐爾乘坐美國海軍陸戰隊飛機 飛抵羽南國機場 他在社交媒體發文 他可能是第一位訪問羽南國的美國大使 但是預計不會是最後一位 他當日和日本自衛隊士兵一起用線 羽南國島是日本最西面的島嶼 距離東京2000公里 距離台灣不足110公里 如果天氣好的話 就望得見台灣 隨著台海局勢日吹緊張 羽南國島被認為 在日本加強防禦能力方面 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之後伊曼紐爾和當地一名漁民會面 這位漁民說 2022年 在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 中共發射5枚導彈 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 有一個星期無法賣魚 伊曼紐爾還在當日的較後時間 訪問了距離沖繩本島較近的石環島 日本去年在石環島設立了軍事基地 完成西南完善的部署計劃 與此同時 美國兩黨參議員 星期三共同推出一項決議 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不等同於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 對於伊曼紐爾突然訪問戰略要遞 與那國島的目的 本台記者黃綫 18日採訪了旅日資深媒體人張本珍 她表示伊曼紐爾此行 距離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不夠三天 美國是有意向中共發出信號 那就是如果台灣出現任何緊急情況 美國將會堅定幫助台灣應付危機 她說美國駐日本大使第一次訪問這個地方 20日是台灣後任賴清德總統的就職典禮 在這個時刻我覺得也是非常特別 與那國島距離台灣也很近 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 在台灣新的一個變化時刻 美國駐日本大使這個行動 就表達了美國與她這個長期盟友之間 對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他們是做出一種宣誓 張本珍認為台灣對全球民主進程 至關重要 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 她說台灣雖然作為很有限的一個島 但是它在地緣政治 算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意義 她就是民主對專制的一個標誌性地方 所以台灣稍微有一些變化 她就牽扯到整個國際社會 民主自由的世界 與獨裁專制的中共的一種關係 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晉三 當時就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大家都能夠理解這個狀態 張本珍強調美日同盟增強威懾的重要性 她說美日同盟等同於由國際社會的角度 給台灣一種支持 不僅是道義的支持 而且給台灣一種保證 她說我認為 這是阻嚇中共輕舉妄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中共日前推出了多條所謂的重磅措施 試圖玩夠陷入重重危機的房地產業 專家也趁機宣傳 降低貸款首期對置業者帶來的好處 引發網民一片質疑 5月17日 中共宣布的多項房地產新粗私有 置業首期比例下限 下降到首次置業15% 非首次置業下降到25% 取消首次和非首次置業貸款利率政策下限 下降住屋公積金貸款利率 下降住屋公積金貸款利率0.25%等 而據研究院研究總監 嚴躍進積極宣傳說 今次政策屬於中國置業歷史上 最寬鬆的首期政策 非常重磅 對於拉動市場交易 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 嚴躍進還舉例分析 以前上海首期比例 最高的時候是70% 買一套1,000萬的物業 才要拿出700萬 現在針對個人住屋貸款 最低的首期調整為15% 只需要拿出150萬就可以 所以這個政策 對於降低買屋門檻 發揮了積極作用 嚴躍進的說法 18日衝上微波熱手 但就引起網民大量負面評論 不少人紛紛提出質疑 月供呢? 剩下的不用還嗎? 專家你們好 請問剩下的850萬 是不是你們幫忙還嗎? 也有人說 首期再少 又不是餘顏不用付 只是拿出150萬 真的這樣買1,000萬的房子 之後收入有變動 那怎麼辦呢? 還有人說 首期低 貸款就多 還的也多 這些是什麼專家 不知民情嗎? 沒有了收入 甚至連溫飽都成問題的貧民 怎麼有能力去買屋呢? 也有網民提醒說 但是專家沒有告訴你 這套房屋 按照首次置業850萬 貸款利息計算 你未來30年 還要還本息1,7163,700人民幣的貸款 獨立時評人蔡慎坤 在海外X平台分析說 中共今次推出的房地產政策 並沒有太多新意 還是想通過降低門檻 將置業者套進去 這種招數根本不可能刺激樓市 因為有多餘錢投資房地產的人 已經越來越少 過去兩年來 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巨幅下滑 恆大等多家龍頭企業 在巨額的債務中清盤 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間 已經有超過30家大型房地產企業爆布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當局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這樣的措施看起來好像可以刺激民眾買屋 但是風險很大 降低首期下限 恐怕將會增加銀行壞賬的壓力 謝田向新唐人表示 這是一個失敗的政策 不會解決問題 還會製造新的問題 因為他將一些本來不合格的買家 都放進來 換句話說 以後房地產 以後貸款會變成外賬壞賬的可能性 因為那些本來買不起房屋的人 或者是不夠資格買的 現在都買的話 以後只會增加未來貸款 變成外賬的可能性 美國國務院5月16日發聲明 表示非常關心在武漢疫情期間 被捕的公民記者張展的下落 聲明指出 美國不能無視張展無辜被拘留、被虐待 美國重申 中共應該尊重張展的人權 立即停止對他和所有中國記者的監視、審查、 騷擾和恐嚇 聲明還強調 中國的記者應該能夠安全 並且自由地報導 美國國務院已經連續三年 在年度人權報告提到張展的案件 40歲的張展是一名律師出身的公民記者 2020年5月 他前往武漢報導新冠疫情初期的情況之後 就被捕 2020年12月 上海浦東人民法院 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張展四年徒刑 令他成為因為報導武漢疫情 而被判刑入獄的第一人 入獄初期張展堅持絕食抗議 導致健康惡化病危 期間被監獄強迫餵食 四肢被捆綁等 張展一直被囚禁在上海裡自監獄 原定5月13日刑滿釋放 但目前就下落不明 張展的一名前律師對英國《衛報》表示 張展可能已經在監視下被帶到其他地方 就是所謂的度假 長期關注張展的上海維權人士 沈艷秋向美國之音表示 上海國保警察不僅禁止他去接張展出獄 還警告他不准接受媒體採訪 無國界記者組織駐台北昌議專員白奧蘭表示 他非常擔心張展無法真正出獄 他說中共不僅限制傳播有關張展的消息 還禁止相關人士接受任何訪問 確保國際社會無法與張展保持聯繫 他指出在中國 因為採訪工作而被捕的記者 即使營滿出獄之後 仍然經常被拘留或監視 因此非常擔心張展的安危 以及目前的處境 據無國界記者組織5月初公布的報導 目前中國囚禁記者人數 為居全球第一 高達119名 其中包括10名香港記者 歐盟16日開始對來自中國的產品發起反補貼和反傾銷調查 包括俗稱馬口鐵的倒石缸 木地板 醫療設備 以及電動汽車等 正在進行調查的歐盟委員會表示 此舉的目的是防止不公平競爭和市場扭曲 16日歐盟委員會對倒石或塗石的鑑鋼鐵板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 調查將會在14個月內結束 並且可能在調查開始7至8個月內徵收臨時關稅 13日歐洲委員會市場委員布雷頓表示 如果中國企業退出羅馬尼亞太陽能源區公開招標之後 歐盟委員會將會結束對這些公司的調查 路透社說 歐盟委員會已經正式警告三間接受反補貼調查的中國電動車公司 他們還未提供調查所需要的足夠資料 如果歐盟委員會認定接受調查的企業 不能提供足夠資料的話 那麼它就會使用現有的其他證據來計算關稅 會令關稅大幅提高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